深夜 我从窗台目睹凶杀 我吓了想缩起身子 家里的灯却突然亮了起来 凶犯抬起头 对着楼层开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数到五后 她裂开嘴 拎着低血的斧头 静止朝我家楼道走去 一 灯光再次暗了起来 我全身的汗毛瞬间抒起 八岁的我在极度的惊吓中 尖叫出来 可我的声音还没从我的喉咙里挤出 一双手已经从背后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巴 我扭动挣扎 却听到耳后那熟悉的声音 嘘 喃喃 别出声 她来了 二 楼道口传来刻意压低的脚步声 我妈对我做出虚的动作 捏手捏脚的把门锁死 她开始给我爸打电话 没有打通 只好焦急的 打电话报警 喂 110吗 我这边是宁国路世纪家园一栋501 我和女儿刚看到有人在楼下杀人 那凶犯发现了我们 正朝我们家这边过来 110那边安抚我妈千万镇定 他们十分钟内一定赶到 我妈冷静下来 推着沙发去抵住门 我抹掉了脸上的眼泪 小小的身体去帮妈妈使劲 妈妈一手握住菜刀 一手搂着我 后背已经全部湿透 喃喃别怕 有妈妈在 等警察叔叔和爸爸来了 我们都安全了 我妈叫我别怕 可她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 门锁开始疯狂转动 我妈给我爸电话 始终没有打通 门外凶犯似乎失去了最后的耐性 只听到一声 哼 凶犯的斧头直接砍断了门锁 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那人高大的身影 就破门而入 她推翻沙发 一脚踢飞我妈 抡起斧头就开始打 我妈不动后 她朝我走去 披下一副 这时候 昏死的我妈竟睁开了眼 翻身扔来菜刀砍伤那人 大喊 喃喃 我的孩子 那凶犯吃痛狂怒 疯了一样砸向我妈 一下 两下 三下 我妈始终死死抱住那人的腿 到气绝也没有放手 她整整挨了二十锤 已经没有人模样 动静吵醒了楼道很多邻居 很多人家的灯都亮了 警察名声远远传来 凶犯翻窗逃走 这一逃就是十年 我留下了一条命 但代价就是再也无法站起来 三 我们被送到医院后 我爸终于来了 他看到我妈时 天崩地裂 话都不会说了 我被送去手术室前 隔着烟红的纱布 问还在恍惚的我爸 爸 你咋不接我妈电话 你接了 我妈甚至就不会死了 可我不知道 后来 我的话像一句咒语 把我爸永远困在了 我妈遇害的那一天 他一夜白了头 整日拿着手机 打自己耳光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直到我出院 他才终于清醒过来 可他第一件事 就是卖掉了赖以萌生的出租车 我爸买了一辆摩托 背上捆着残疾的我 他打印了无数张凶手的照片 散尽家财 献上重金球线索 线下他横跨22省 跑遍290个市区和县区 村镇 为期追凶 整整十年 我也在他背上 活了十年 可最后那次 2020年7月10日 他却没能活着回来 而也就在这一天 我重生了 我重生到了2010年的7月10日 我妈遇害之前 4 我睁开眼 一片黑暗 下一秒 灯光亮起 楼下的男人正抬起头 数着楼层 1 2 3 4 5 数到5后 他裂开嘴冲我笑 拎得低血的斧头 静止朝我家楼道走去 那张就是烧成灰 我都不会忘得可不连孔 让我止不住地站立 灯光照灭 我妈从背后捂住我的嘴巴 猫起身 噓 男男 别出声 他来了 我回过头 看到月光下 那张魂牵梦绕的清理脸庞 我失控地抱住他 头埋在他脖梗处 热泪滚滚 妈妈 妈妈 我妈是半夜起来上厕所 却发现我站在窗台边朝下看 就去开了灯 如果不是我 一切都不会发生 是我害了他 我妈抚摸着我的头发 傻男男 别怕 妈妈会保护你 我妈迅速行动 可我爸的电话和前世一样 始终没有打通 他赶紧去啰嗦 报警 推沙发堵门 他边继续给我爸打电话 边去厨房找菜刀 可我知道 那凶犯的武力值 对八岁的我和瘦弱的我妈来说 是碾压级别的 菜刀 沙发 都是没用的 他从上楼到杀人逃走 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内 警察根本无法这么快赶来 我浑身冒汗 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可我该如何自救 我 妈 大声喊 凶犯杀人是为了灭口 上一世 凶犯在我家动静太大 很多邻居都被吵醒 纷纷开灯后 立马逃窜 说明他最怕的 就是被人看见 这个时候 摄像头还没有全面普及 只要不被人看见 就有可能逃脱 我开始疯狂的砸东西 制造噪音 嘴巴里还在不停喊 妈 和我一起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妈被我惊呆 急得跳脚 喃喃 你别喊 别喊 把那人招来怎么办 我赶紧说 妈 她一定会来杀我们 可她怕被人看到脸 越多人听到我们的呼救 我们就越安全 警察会很快赶到 我们只要能拖延时间 就能活下去 我妈趴在门边 果然外面的脚步声听不见了 我妈表情松了松 果然 我心中一阵狂喜 我妈不放心的在确认了一会后 几乎是贪坐在地 捂着自己心口 脸上露出一丝欣喜 喃喃 你小小的娃 怎么什么都懂 可我妈话音还没有落 下一秒 突然看向我的身后 面容惊恐的尖叫起来 我感觉一个重物狠狠地撞击到我的脑袋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哄响 我彷復听到颅骨碎裂的声音 我的眼前只剩一片星红 直接栽倒在地 我可置信地喷着血沫 看着那凶犯高大的背影 拎着锤子走向我妈 这是我的第一次重生 六 再睁开眼 灯光亮起 楼下男人数完楼层 开始往我家楼道走去 灯光熄灭 我再次重生了 竟然是无限循环 那凶犯听到我们的动静 改变了策略 她是顺着排水管从阳台爬进来的 我大口喘着气 转过身对我妈说 妈 她也可能会从阳台爬进来 把推拉门锁上 为了方便晒被子 我们这边很多人家都没有在阳台安装防盗窗 阳台到客厅 只有一个推拉的花玻璃做的门 刚把灯关上的我妈表情有些惊讶 我顺手把灯打开 我们躲不掉了 摸黑只会加大我们布局防卫的难度 不如直接打开 我妈打我爸爸电话 没通 就锁上推拉门 开始报警 这次她把沙发拖到了推拉门的位置 她布置完又去打爸爸的电话 妈 别跟我爸打了 打不通的 我把家里的一碎物品砸在地上 妈 制作噪音 喊救命 都行 越大声越好 那恶图怕别人看到她 不敢从楼梯走 就会从阳台翻进来 我们抓住机会从能这边逃跑 离开这里 我们就有机会活下来 我妈愣了一秒 但是还是决定听我的 开始砸东西 开始喊 这次我没有和她一起 我跑到厨房 搬着板凳 站在灶台前开火 把桶里的油全部倒进了锅里 可是我高估了我的身体 我现在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差点把油打翻 不过这也提醒了我 我大喊 妈 快来帮我 蓝色的火焰开始燃烧 温度不断上升 我趴在门上 心脏开始不断狂跳 果然 脚步声听不见了 很快 阳台上出现了一道地狱幽灵一样的黑影 一声巨响 砰 推拉门 出现了第一道锤痕 气 我妈觉得家里家具都是要用很多年的 所以买的都是最耐用的 所以阳台门当时选的也是钢化玻璃 不会裂 受到多次重击就会慢慢分裂 即使是碎了 也是粘连在一起 以免伤人 坚硬的玻璃拖延了他破门进来的时间 玻璃在连续几次捶击后 整个被他一脚踢散 而就在那人身体钻进屋的那一刻 我关上了室内的灯 屋内瞬间陷入黑暗 可他背光 看不清我们 我们却能看清他 我妈在我关灯那一瞬 端着那锅滚烫的油 往阳台方向 稳准狠的泼去 一股疲漏的焦糊味 瞬间在空气里炸开 那人发出淒厉恐怖的哀嚎 抱着头 在地上打滚 我推开门 迅速把门从外面锁死 然后拉着我妈的手 就往下跑 登登登登登登 有些没位的楼道里 回响着我和我妈急速下落的脚步声 我们粗重的喘息声 以及肋骨一样的心跳声 快到楼道口的时候 我看人的花了半生 都梦想待会我妈逃离的出口 我激动的差点哭出来 却没注意角落黑暗里 一个影子 突然伸出了手 爸 那手里的瓜鱼刀 从背后直接刺入了我妈的背部 我妈不可置信的转过身 那影子拔出刀 又疯狂的猛呲 我妈叫得凄厉 整个楼道的声控灯 一层一层 全都亮了 三楼住户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了门 在我妈的又一声绝望的惨叫中 又瞬间关上 我疯了一样 飘到那影子身上 猛的咬下去 影子吃痛 想拿刀刺死我 却被我妈死死抱住了刀柄 静一时拔不出 她喘着粗气 猛的把我摔在地上 我感觉我的脊背咔嚓 被摔成了两段 那影子随手扯断一根电瓶车充电线 在冰死的我妈面前 活活的勒死了我 而我也终于看清那影子的脸 不管是我前世还是重生 我都是第一次见到这张脸 她是谁 她和那个凶犯长得很像 只是年纪要大得多 半病发白 看起来应该有五十多了 怪不得前世凶手可以这么迅速 又毫无痕迹地逃离 原来所有人都搞错了 那天竟还有另一个人在接应她 她并非一个人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 我看到我妈掉出来的手机亮了 我的大脑极度缺氧 一时已经模糊 可我还是听到 那里面有个声音 只是呲呲啦啦的听着不真切 就像老师的收音机信号不好时 发出了噪音 那声音 似乎是谁在急切地喊着我妈后的名字 书 名 喃 喃 这是我的第二次重生 九 再睁开眼 楼下的凶犯鼠丸楼层 拎着斧子 开始朝我家楼道走去 我的大脑迅速运转 感觉CPU都快烧起来了 那个人是谁 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又是谁 我妈把我抱在怀里 喃喃别怕 有妈妈在 我妈的话终于把我拉回了现实 没有时间了 先把第一个凶犯解决掉 当我妈像上次一样 把滚油泼去之后 我拉着我妈拖门而出 我把刚才藏起来的菜刀递给我妈 自己走过这更适合我体型的水果刀 我极力控制着声音里的颤抖 妈 一楼拐角 还藏着一个男人 和刚才那个凶犯 是一伙的 黑暗中 我妈的表情很微妙 喃喃 你怎么知道的 瞬息 她强行露出笑容 没关系 喃喃别怕 有妈妈在 她保护在身后 步伐已经没有那么轻快 这时 妈妈的手机亮了 我妈妈表情瞬间闪过惊喜 可接通 却只有呲呲啦啦的声音 书 名 喃 喃 是我爸 怎么会 我记得出事时 我妈一直在给我爸打电话 可到死 也一直没有打通 后来 我才知道 原来 那天我爸接了一个长途的单子 他开的是乘区出租车 一般不接长途 但是那个客人加了不少钱 我爸想多挣钱 给我妈买裙子 给我买蛋糕 还是咬牙接了 送完客人 他太累了 就给我妈发了短信 然后关掉声音 再回来的半路上靠边 在车上睡着了 没想到 那天晚上 我妈和我就出了事 等他醒来打过去 接听的已经是警察 为什么现在我爸却打通了电话 我妈对着电话都快急哭了 大成 你在哪 可电话那头 一直还是只有一个呲呲啦啦的声音 书 闻 喃 喃 然后电话就中断了 十 我妈对着电话 极力压着哭腔 喂喂 大成 我看着下面幽黑的一楼楼梯口 好像看着恐怖的地狱深渊 我不管不顾的 拍打着三楼的门 我知道里面住着一个喜欢熬夜的网游少年 上一次重生 那个开门声又关上的就是他 开门 开门 让我们进去好不好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可回答我的 只有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正当我决心疏死一搏 大不了再死一次的时候 楼下居然远远的传来打抖声 我妈迅速把我搂在怀里 我俩轻易的看着楼下 却都没有勇气走下去 声控灯亮了又灭 灭了又亮 很快 随着几声痛苦的闷哼 一切归于死寂 楼道的声控灯 似乎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黑暗 死一样的黑暗 十一 我和我妈互相不说话 看向对方 我去拉他的手 才发现他抖得像筛糠 刚才在楼上面对凶犯时 出事时 他为给我争取一线生机 死死抱住凶犯大腿 被捶成肉泥石 他死死握着刮鱼刀 不让那人拔出刺到我身上时 我都从未见他露出那样 害怕胆怯的表情 我和我妈被一种 无言的不安和预感逼的快疯 世界的声音好像停止 一直到警车的鸣叫声 打破了一切 一群穿着制服的叔叔冲向楼道 光明降临 我和我妈终于鼓足勇气 走下台阶 我们也终于看清了楼梯口的场景 满地是血 那个影子一样的恶徒 浑身窟窿 掩掩一息 抽出了喘气 而血泊里躺着的 那个一动不动的 是我爸 双目圆睁 茂密有黑的头发 被浸润在红色液体中 怎么会这样 十二 我妈强撑了一口气 一直到我爸从抢救时退出来 被宣告伤众过度 确认死亡 他的脊梁一夜间塌了 两个凶犯 一个在重症监护士 没咬几天就死了 一个全身60%的特重度烫伤 生不如死 还要面临法律制裁 这两人是一对父子 爸爸开着冷冻车 每天往菜市场送鱼 在我家楼下杀人的凶犯 是儿子 是天生超雄 被杀的女人 是他的亲生妈妈 他爸知道自己儿子大错已住 不但没有选择报警 还在儿子选择杀人灭口时 选择协助 他原本准备在儿子杀了木鸡者后 就开着停在小区的冷冻车 直接把儿子藏起来 这也是众生前 为什么凶犯可以原地消失 警方十年都没找到人的原因 可后来发现 我和我妈 居然安然无恙地下了楼 猜测自己儿子出了事 就决定 替儿子灭口 他在ICU时 警察曾经问过他 为什么要助纣为虐 他哭着说 我是他爸呀 我不能看着他死 我没办法呀 我没办法 那我爸呢 我的爸爸 谁来还给我 13 无限循环停止了 整整半年 我每天晚上 坐在窗台 同一个位置 不同闭上眼睛 在默念祈祷 睁眼 可是 渴望的重生 再也没有来 我出现了强烈的自杀倾向 嘴巴里 却不断嚷嚷着 我要重生 心理医生诊断 我得了创伤应期 建议我就诊精神科 住院治疗 我一次次尝试割腕 又被救火 那半年 我妈老了十岁 她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 我叙叙叨叨和我妈说 我重生过 重生过很多次 我还说 众生前 我爸没死 我要救活我妈 也要救活我爸 可我有好怕 怕我真死了 如果没有重生 没有启动 那我妈一下失去我爸和我 她该怎么办 我爸的离世 彭佛抽走了她的魂魄 我妈每次只是抱着我哭 又过了半年的一天 当我咬着牙剧心 面对一切 不让我妈在担心时 却发现 我妈竟失神地坐在了阳台上 双腿放在外面 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我彻底慌了 14 妈 你为什么坐在那里 我惊慌大喊 你快下来 那里好危险 我妈就回过头 对着我笑了一下 她眼角湿漉漉的 嘴角的梨窝勾勒起来 可却露出了这一年来 第一次开心的笑意 我妈手里拿着手机 手机是接听状态 电话对面居然是我爸 还是那个呲呲啦啦的声音 书 明 喃 喃 我妈献保一样让我听 喃喃 你看 你爸的电话 她在找我 她没有离开 我问过电信局 他们说 这是信号故障 这就是你爸爸的声音 她在找我 一大颗晶莹的泪珠 在我妈的脸上滑落 她看着我 说 喃喃啊 妈妈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妈妈 真的撑不住了 妈妈想去找你爸 我崩溃的跪在地上 曾几何时 不知道多少个无眠的夜里 我爸也曾看着我妈的照片 哭得不能自己 她反复地给我妈打着电话 嘴里尼喃 书敏 你能听到吗 我和喃喃好想你 可电话那头的声波 永远没有给她回复 她仅仅抱着我 白惨惨的落腮胡子 扎在我的肉里 喃喃啊 爸爸真的快撑不住了 如果可以 爸爸命不要 也想回到过去 就你妈和你 我妈扭过头 喃喃 你说这个世界真有奇迹吗 不等我回答 她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疯了一样 爬过去 一切都晚了 再睁眼 我又回到了2010年的7月10日 我妈遇害之前 15 楼下的凶犯正伦起斧子 不断击打着一个女子 我猛地后退 浑身震战 我再次重生了 原来如此 我重生的契机不是我的死亡 而是我妈的 一双手从我身后 死死捂住我的嘴巴 口鼻的鼻息 重重地喷在我的脖梗上 那双手又大又粗利 不是我妈 我惊恐地嗯挣扎 那人再突然在我耳边说 喃喃 别出声 是我 我不可置信地回头 嗓子里压抑着哭腔 爸 16 爸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爸摸摸我的头 喃喃 能再见你站起来 真是太好了 可我很快就发现 我爸一样子有点不对劲 大晚上的 我爸为什么要戴着帽子 还有 他的脸 我爸说 我去叫醒你妈 他一会开灯 又麻烦了 我爸去了主卧 我抬头看看钟 这才发现 这次重生的时间 竟提前一分钟 我妈没有开灯 胸发没有发现 我和我妈 我们是安全的 17 我推开门 我爸正抱着我妈 大成 你不是发短信和我说 接了长途 会回来得很晚吗 怎么提前就回来了 我爸不肯放开我妈 声音里浓浓的都是眷恋 书敏 我好想你 想得快发疯 我妈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突然这么肉麻 喃喃看着呢 不对 你身上怎么有骨烟味 我妈伸手想开灯 我爸赶紧制止 书敏 你听我说 楼下有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如果开灯 他发现有目击者 就会杀人灭口 我妈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 那怎么办 咱们报警吧 我爸说 好 报完警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警察来 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开灯 熬过这十分钟 我们就安全了 我妈点头 好 18 我妈压着声音开始报警 我爸不放心的手持菜刀 站在门口 往用猫眼往外看 等待警察的时间一秒一秒 如此煎熬 这时 我突然看见 对面邻居家的灯亮了 邻居是一对老教师夫妇 退休后 带着儿子家的三岁龙凤胎 他们都是善良的老人 经常帮我辅导作业 那对龙凤胎 穿的不一样 但长得却一模一样 巴比一样的大眼睛 见到人就咯咯笑 很快 灯又被迅速关上 现在从旁观的视角 我才突然意识到 这一闪而过的灯光 在这暗夜里 简直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凶犯停下手里的动作 抬起头 看向邻居家的方向 开始数数 一 二 三 四 他裂开嘴笑 五 十九 糟了 我一身冷汗 跑到客厅 赶紧小声把这个情况 和我爸说 黑暗中 我看不见我爸的神情 但依稀看到他的后槽牙 已经咬出了形状 这时 我才突然意识到 我爸哪里不对劲 一脚 那分明是白色的 二十 我爸拿起我妈的手机 开始拨一个电话 喂 你什么时候能到 好 加快速度 记得我的话 还有一个人躲在楼梯口拐角 手里有一把刮鱼刀 你进小区 第一件事 是把停在北门的 那个冷冻车四轮子给捅了 不要让这两人 有机会逃跑 好 注意安全 他们娘俩在出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门外传来声音 我爸把手机塞到我怀里 深深看了我一眼 照顾好你妈 我出去后 你把门反锁上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点头 好 我妈焦急的想阻拦 大成 你不是说外面有杀人犯吗 你怎么还出去呀 我爸笑着晃晃菜刀 没事 我拖一阵 警察马上就到了 你还不相信你老公我呀 光线依然很暗 可我妈也终于看出我爸的一场了 她震惊的说 大成 你怎么 怎么突然这么老啊 我妈正要上前仔细看我爸的脸 我打断 装作不知 拽着我妈的衣角 妈 咱们就在屋里 现在出去 只能拖后腿 我们要相信爸爸 我爸摸摸我的头 门被关上那一刹 我点开我妈的手机 我必须求证一件事 也是我爸想告诉我的一件事 我点开我爸刚才的通话记录 对方那边显示的名字 是大成 那是我爸自己的名字 他刚才果然 在和十年前的自己通话 21 我按我爸说的 把门反锁 从包眼里看过去 我爸紧随那凶犯 踹开了邻居家的门 对面传来邻居老夫妇的惊恐的喊叫 两个孩子撕心裂肺哭声 以及剧烈的打斗声 在骑着摩托 万里追凶的十年里 亲手为我妈和我报仇 只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信念 为了这个信念 他十年如一日的锻炼身体 他的脑海里 一直有一个穷凶极恶的杀妻仇人 在和他搏斗 一朝一世 每一个动作如何应对 在他的幻想里 脑子里 汗水里 他一定要手认这个虐杀他妻子 毁了他女儿一生的仇人 外面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 嘶吼 惨叫 撞击 分不清到底是谁是谁 我妈满脸焦急的从猫眼里看 他来回搓着双手 怎么办 怎么办 呼儿 他的声音里又弹跳出一丝喜悦 哎呀 楠楠 你爸爸把那人打倒了 你爸怎么这么厉害 哎呀 门怎么被关上了 看不见了 我边哭边笑 当然 我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22 楼道口传来我爸的怒吼 来人啊 来人啊 有人偷小孩了 快来帮我抓人贩子啊 我爸这几声吼的中气十足 把我把妈给吼猛了 我爸的声音 他不可能认错 可我爸不是在对面吗 可这声音怎么听着在楼下 喃喃 你爸什么时候下楼的 你看到了吗 果然 小区亮起来的灯越来越多 我明白了我爸的意思 赶紧疯狂地拍着瓷盆 对着阳台空旷的地方 扯着嗓子喊起来 抓人贩子了 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 快来救我 有人贩子要抢小孩 一家 两家 三家 很快 整个小区的灯泉亮了起来 楼下 我爸拎着铁锹和凶犯坝 也就是那个藏在楼道口的影子 打不可开交 好多邻居纷纷开门去驻站 我顺着声音 跑到阳台上 看到大部分众人都穿着睡衣 大家已经把那惊慌失措的凶犯坝 和我爸围在了一个圈里 众人手里大部分拿着条肘 马桶刷 锅铲 板凳 那人手持瓜鱼刀 如困兽一般 不断尝试突破人群 都没有成功 我在人群里 看到三楼那个网游少年 手里的武器 是一个键盘 很快 警车呼啸的声音到来 我妈欢呼着 开门往楼下跑 我紧跟我妈身后 但是却没有下楼 因为我知道 楼下那个爸爸 是我爸 可我那个满头白头的爸 那个来自十年后的我爸 还在邻居家里 23 我推开邻居家的门 满地星红 安全躲在里屋的邻居四口 隔着门缝看向客厅 邻居爷爷奶奶 瑟瑟发抖地 捂着龙凤胎的眼睛 让孩子看 那个凶犯 倒在血泊里 被捶得不成人样 我爸满身是血的 坐在他尸体旁边 默默抽着烟 他已经摘掉了帽子 露出一头白发 看到我来 他惨白的脸 笑了一声 南南 你来了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爸爸也重生了 24 我爸猛吸了一口烟 爸捶了这狗日当时锤子 替你妈报了仇 我边哭边笑 爸 可你那时候 不是手机静音睡着了吗 为什么这次可以联系上 我爸笑得有些狡黠 这个世界 估计我知道他睡觉的具体位置 所以我重生后第一件事 就是找电话举报他酒驾 让警察替我去把他叫醒的 他来了 我也就该走了 我不争气的眼泪 开始哗哗流 曾经失去我爸的痛苦 啃噬着我的心头 爸 你能留下来吗 此时 楼下传开欢呼声 楼下年轻的我爸 终于制住了凶犯爸 我爸知道我的意思 他笑了 你看 加上楼下的一个狗日的他爹 咱家这个愁 才算真的报完 他摸摸我的头 手指带着烟草味 他的烟瘾是我妈出事后开始的 爸和你不一样 爸已经死了 没法留在这里 那天 网上有人给我提供了 这狗日的确切线索 我孤身前去 结果 后来才知道 是这狗日的父子俩设置的陷阱 就等着我送死呢 我爸掀开肚子上的衣服 上面赫然六个黑洞 那天 你爸就死了 不过你爸刚才也捅了 这个狗日的六个窟窿 不亏了 后来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就回来了这里 我一共回来了17次 我尝试了17次 只有这一次 把你们母女俩 毫发未伤的 这一次你妈能看到你站起来 好好地走路 爸 知足了 我爸抽完最后一口烟 身体逐渐开始透明起来 我哭成了泪忍 死死抓住我爸不放 我多想再感受一下他的体温 就好像那十年 他无数个日日夜夜 把我捆在背上时骑行时 我感受到了体温 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凉 我爸摸摸我的头 手指却从我身体凭空穿过 不经苦笑 他这个鸡齿男声音竟变得哽咽 爸这次是真走了 男男 原谅爸 爸再也不会不接电话了 男男 和你妈说 我真的好想他 想得快发疯 我崩溃的勾楼起身子 爸 你再背我一次好不好 我求你 别走 我求你别走 可已经没有人在回应我 徒留我绝望地抓着半空散落的影子 喉咙里发出悲伤的嘶吼 爸 爸 25 我大病了一场 出院后 一切已经归于平静 一切回到了原点 我还是那个圆乎乎的八岁小女孩 我没有残疾 爸爸妈妈都恩爱地守护在我身边 坏人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我妈和从前一样温柔 爱笑 那个满脸老太 身上有烟味 殊死搏斗的我爸 在他记忆里 越回忆越像错觉 我爸记不清 到底谁在给他打电话 教他救人 他依然乐呵呵地开着出租车 路过我妈最喜欢的裙子店时 就多看一眼有没有打折 八点之后的蛋糕店 有的打半价 可他的电话 再也没有精英过 隔壁邻居的爷奶奶 气不清闯进家里的杀人犯 是怎么被垂成一团泥的 他们说 他们老糊涂了 超熊杀人犯怎么死的 变成了无法解释的悬案 那个白发的男人 像一滴墨汁 滴在大海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世界 好像只有我 一直无法忘却 我那个一叶白手的爸爸 十年来 他在他背上 万里追凶的记忆 还有他的一点一滴 但我知道 如果把人们对他的遗忘 都说给他听 他一定会摸摸我的头 说 楠楠啊 这样才好 二十六 十年后 高考成绩出来 我以优异的成绩 被名校录取 那时候因为疫情 街道上几乎没人 我戴着口罩 从学校办事回来 被担当得很晚 独自一人走在街上 丝毫没有感知到 危险的逼近 我依然沉浸在 被理想大学录取的喜悦里 脑海里 只有疫情下大学上课 怎么处理的小烦恼 可下一秒 却被一个黑影捂住嘴巴 拖进了无边黑暗的小巷中 他扭手我的胳膊 尖刀抵住我的脖子 把我越拖越远 我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这时 我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那边传来呲呲啦啦的声音 就像老师的收音机信号不好时 发出了噪音 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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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黑影一刀把我手机踢在地上 屏幕碎裂 声音骤停 远处 却逆光走来了一个高大见瘦的身影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 嘴角飙着点燃的烟 在黑暗中像一只心红的萤火虫 他猛吸一口暴怒狂吼 狗日的 放开我女儿